陳建仁跟蔡英文的關係非常的緊密 大家都知道 那未來會不會變成 實際上的行政院院長就是蔡英文 變成他是總統府院一把抓的 這個大權在握的情況 就他為了避免自己剖腳 所以呢他就擺了一個他最信任的 也最會聽話的人在行政院長的位置上面 讓他不至於剖腳 還是能夠掌握在民進黨整個的權力結構裡面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賴清德恐怕就要擔心了